哈囉大家好,我是雞腿 今天要來跟各位分享 關於三個字幻想大陸的遊戲資訊 那這部影片要來跟大家聊一下 今天開放的新活動 甜蜜情人節 接下來我們就不囉嗦 直接開始吧 首先點進來之後 第一個項目是千道有領 這其實就是每日千道的意思 那期間內可以對沒有領取到的獎勵進行補籤 但記住 這邊一定要手動點下去才會領取 千萬不要浪費了 接下來第二個項目是甜蜜探險 這就跟之前的冬日祕境 那個垂直敲張聊的活動一樣 只是這次最多可以獲得兩個造型 但可以累積的時間只有7天而已 然後商店並沒有每日禮包 至於幻星剪刀各位要不要買 我自己有大概算了一下機率 如果每天都把活動跟幻星剪刀 全部都拿到手的話 基本上應該都可以穩穩的拿到一個造型 至於50層的話 除非是歐洲人 後來沒有買禮包會還蠻難的 那如果只想要一個造型的話 有買幻星剪刀不難 但如果沒買的話 除非你是賭神高進 不然沒什麼機會 至於秘境寶藏這裡 第一格的獎勵都是固定的嘛 接著第二個開始 武將招募卷跟三顧都不建議拿 除非你們是要憑CH2的將尾造型 或是充滿王冰姬 不然CP值都還好 這邊我個人只會推薦選擇幻星或降魂任選 因為降魂對於強度來不過影響很大 對幻星充足的情況下已經降魂優先 然後雖然價格上 三顧跟招募卷都比幻星貴 但畢竟幻星的用途比較多 所以懶人包的話 需要將圍造型的 就選擇武將招募卷或三顧 強度檔的話就是降魂 5克幻星不足就選幻星這樣 那四季開始第二個獎勵會變多 但選擇方式一樣用剛剛介紹的基準去挑選就好 接著第三格的話 強度檔建議買科硬士 因為他的獲取來源真的太少 毫無疑問應該是所有玩家最缺把的強化道具 接著第三個項目是甜心大作戰 那這個就跟智能大風一樣 骰子的部分 一樣是前十次都是100幻星 我會建議雙月卡以上的玩家可以考慮購買 因為整體的獎勵都不錯 除非運氣真的很差 拿到的都是金幣 不然基本上都是賺的或是小虧而已 那我們骰子的重點盡量就用在幻星 祝福跟剪刀這三個選擇上面 然後SSR5將碎片任選 這個其實也不錯 反正就盡量使用道具 來踩這些點CP值會比較高 那接著 左下角這邊會有這個 豬雀來襲 進來之後就是一個挑戰型的排名活動 跟之前的夫豬還有九尾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所以這邊我就只介紹主隊的資訊 關於遊戲玩法 想了解的各位可以參考我之前冬日秘境的影片 讓我們本期可以招募的 只有楚國跟五國的武將而已 我自己目前是打算走一個火燒隊伍 然後搭配一隻薑尾或是馬尼鹿 不過這邊我真的沒有辦法明確的告訴各位 到底什麼樣子的陣容搭配才會比較強 畢竟第一天而已 要測試個幾天之後才有辦法知道 當然角色的擺放 各位可以照我這個樣子去配置 然後神兵方面 由於這次對手的攻擊力不高 所以我自己是使用斧頭來強化神兵傷害 接著第二把跟第三把就挑你範圍類型的神兵就好 如果有高星靈燈的話 可以把星庭樓刀給替換掉 至於靈寵方面我自己是使用夫豬加熊貓加龍象 然後有青龍的玩家記得放要助戰 再來這次的關卡裡 可以讓分數有明顯的提升 接下來潛能方面 馬尼鹿跟姜維 馬尼鹿是2332 然後姜維是2331 接著孫全跟徐勝我是建議3131 然後周瑜跟陸迅都是2121 最後丁鳳我是選擇3223 那戰魂方面全部都是選擇弱點突襲來拚傷害 然後這是我的角色練度 道具方面完全沒有吃 打出來目前最高的成績就是快要15000萬 那在這邊提供給各位參考看看 希望這次的影片有幫助到大家 可以的話再幫他按給我一個喜歡與訂閱 我是姜維,我們下部影片見,掰囉 本來的影片見,按讚 我記得 spo,妳怎麼可能也進入 我會記得把留言全錶 我會記得按照片 是我的朋友,本來的水平 你帥氣出來 我可以在家族 我們會記得